两年前吉安社区成立关怀照顾据点 并有里内志工每天排班住点服务 两年下来成效很不错 因此里长在今年也延长关怀据点的服务时间 瑞芳区吉安里为了落实关怀里内长者 促进长者健康乐活 里长在两年前成立了关怀照顾据点 并有里内的志工每天排班住点服务 两年下来成效很不错 因此里长在今年也将延长关怀据点的服务时间 那我在去年我们选举的时候 我就有承诺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里办公处的服务 跟我们的关怀据点 还有我们的营法俱乐部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就是搬过来之后 我们会把开放的时间延长 从早上的八点就服务到中午的十二点 然后下午一点半我们就服务到下午的五点 叫我们这些志工来这里给他们这些老花修博物 一个这样 想说老人经历没努力 少年人都上班去 都是没所在好去 我们里长就很有用心去做 我感觉很好 可以为老人服务很好 志工注点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关怀独居老人 电话问安等等 让长者可以感受到志工的用心 营法俱乐部还设有多项休闲设备 以及咖啡机 血压机体重机等等医疗用品 长者都觉得这样的环境实在不错 或以后要多加利用 需要的话我就来了 那觉得这里不错 这边可以啦 那我们希望增加这个开放的时间 让我们的乡亲跟我们的长辈 能够充分的来利用我们这个关怀服务据点 跟我们的营法俱乐部 那我们现在也有增加许多的设施 在我们社会局我们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有就是增加了 我们有现在有新的一个咖啡机 还有我们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休闲设施 还有我们的一些医疗器材 社区推广老人福利不遗余力 除了里长的大力推动 还有赖于这些志工以行动力支持 才能让营法俱乐部社区关怀照顾据点 运作的如此顺利 杰成为瑞芳采访报道